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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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斗中 美国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们因为迷路 差点错过了最佳攻击时机 结果 他们在最后一刻才发现了日本航母迅速俯冲下去 投下炸弹 可以说 这些飞行员的迷路反而成了日本航母的催命符 最终 美国成功击沉了日本的四艘主力航母 赤城 夹鹤 苍龙和飞龙 这一战不仅让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也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 可以说 中途导战役是美国海军的高光时刻 也是日本海军的滑铁炉 总结一下 中途导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一场情报战的胜利 美国人通过破解密码掌握了先机 而日本人则因为过于自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 大家记住了 战争不仅仅是拼武器和士兵 情报和策略同样重要 就像下棋一样 谁能遇见对手的下一步 谁就能掌握胜利的关键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智慧的火花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拉曼战役 北非战场的关键胜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942年的北非沙漠 探讨一场决定二战命运的关键战役 阿拉曼战役 请击好安全带 因为这段历史不仅充满了战略智慧 还有一些令人捧腹的趋势 首先 阿拉曼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北非战场的转折点 它发生在1942年10月23日 只11月11日之间 地点在埃及的阿拉曼 英军和德意志 非洲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英军由伯纳德 蒙哥玛丽将军指挥 而德意志非洲军 则由沙漠之湖埃尔温 隆美尔元帅领导 蒙哥玛丽将军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官 还非常注重士气 他曾经说过 士兵们需要的是信心 而不是恐惧 为了激励士兵 他甚至在战前 给每个士兵发了一份特别的战斗早餐 包括香肠 鸡蛋和咖啡 想象一下 在沙漠中吃着香肠和鸡蛋 士兵们的士气能不高涨吗 而龙美尔元帅 则是个传奇人物 他的绰号沙漠之湖 可不是白来的 他擅长利用地形和快速机动 常常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 这次在阿拉曼 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蒙哥玛丽 龙美尔的补给线 被英军切断 导致他的部队陷入了困境 你知道吗 据说龙美尔在战斗中 甚至不得不靠吃罐头饰品维持体力 这对一个元帅来说 可真是沙漠中的艰难时刻 阿拉曼战役的胜利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 更是心理上的胜利 英军的胜利 极大的鼓舞了盟军的士气 标志着轴心国在北非的扩张 被彻底遏制 丘吉尔曾经说过 在阿拉曼之前 我们从未赢过一场战役 在阿拉曼之后 我们从未输过一场战役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确实反映了 阿拉曼战役的重要性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 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在战役结束后 蒙哥玛丽将军 收到了一封来自龙美尔的信 信中写道 亲爱的蒙哥玛丽 恭喜你赢得了这场战役 不过 下次我们再见时 我会更加小心 蒙哥玛丽回信道 亲爱的龙美尔 我期待着与你再次交手 不过 下次你可能还需要 更多的香肠和鸡蛋 同学们 阿拉曼战役 不仅是军事史上的 一页辉煌篇章 也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见证 希望你们 能从中学到一些战略智慧 当然 还有一些幽默感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刚才我们一起 穿越了二战的三个重要战场 斯大林格勒 中途岛和阿拉曼 每一场战役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关键人物 从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意志对决 到尼米兹和山本五十六的情报战 再到蒙哥玛利和龙美尔的战略较量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看到战争的残酷 也看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表现出的坚韧和智慧 斯大林格勒战役展示了城市巷战的惨烈和苏军的顽强 中途岛战役 则告诉我们情报和策略的重要性 而阿拉曼战役则是士气和补给线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的经典案例 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分享 对二战中的这些重要战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战争不仅仅是炮火连天的战斗场面 更是智慧 勇气和人性的较量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历史的进程 最后 我想说 历史并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 它是由无数真实的人和事件构成的 希望大家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见解 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